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1月12日晚 在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年终总决赛中 武警吉林省三名总队的原创节目 积木岳舞 大三迷你的一群兵 再次赢得满堂贺彩 在五位评委一致推荐 和现场观众强烈呼吁下 节目被邀参加中央电视台 2015年元宵晚会 手捧邀请函和鲜花的战士们 欢呼雀跃 喜极而起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群手操风里面火机的人 也能走到全国最高的文艺舞台上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两年前一个春天的梦想 在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 变成了现实 梦想开始于2013年初 为参加武警部队业余文艺调研 总队决定在吉林市支队举办首届基层文艺谷干配训班 来自继层不同岗位的50名战士 齐聚松花江畔 开始了追逐艺术的梦想之旅 不久 小日记 来吧火浪 心中坐标等八个节目 组成了一台晚会 代表三名部队参加武警部队业余文艺会演 而其中的积木乐舞从军行脱颖而出 先是应邀参加吉林卫视马年春晚 成梦飞翔录制演出 在吉林大地初放异彩 后就走进了央视导演的视线 最终通过我要上春晚节目的层层选拔 登上了央视2015年元宵晚会的舞台 这是一段怎样的追梦之旅 我们今天的军旅文化大视野 就走进这群大分明里的追梦人 一群来自大森林里的兵 怀揣着他们的梦想 他们最终圆梦于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 他们的作品《从军行》 是他们诸多原创作品的一个巅峰之作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圆梦之作 通过这个作品 他们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了他们 武警 吉林森林总队的战友们 今天我们将和他们一起聊一聊 他们整个创作 圆梦 追梦的这个旅程 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想象成自己的一个 是我们叫对象 女朋友 他有的时候喊 谁看着我媳妇了 我媳妇是谁给她走了 就是他都会有这种比较有趣的一些事 一个多面首的道具师 其实吧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不想当伪生员的厨子 一定不是个好四小工 追梦路上的欢笑与泪水 五味杂陈 大森林里的追梦人 距离文化大视野 稍后精彩继续 大家好 我是武警吉林省森林总队 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杨涛 大家好 我是总队 延边直队白河大队的一名班长 我叫玉阳 二位好 欢迎你们到来 请坐 杨涛你好 你作为咱们宣传科的副科长 一直是担任着领队的工作 在整个的工作安排当中 你都经历了哪些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最开始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2013年4月份 那个时候我们搞培训班 那个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担任的是 那个节目的创作 和领了几个四小工去做道具 到后来2013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北京参加武警部队 业余维会演 优秀节目展演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领队了 到后来的 我要上春晚的央视的机场比赛 包括到最后 一直到我们圆梦央视 元宵舞台 那个时候我都担任的领队 他主要是除了排练之外 负担一些日常的管理工作 包括一些整个的时速 整个需要的和电视台 这边去搞一个协调 包括咱们战士的一些平常的 有一些思想上的心理上的一些小波动 包括有一些伤病 这些都是可能我需要的去牵头去处理的 咱们当初一下子会选择这么一个题目 从军行去展开不同的思路 去发挥我们的创作力 最后编排这样一个舞蹈 最初的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最开始在想 什么元素能最代表我们的森林部队 因为森林 我们与木为伴 与林为伴 所以就考虑到木头 从道具上讲 他首先要考虑到 有加入原木这个元素 但是其实更多而言 我们当时的主创人员 我们郑主任赵主任也好 还是我们编导曾珍也好 他们考虑的就是说 最终这个节目是要服务战斗力的 是为大家鼓舞士气的 让他感觉到 看完之后 特别有劲 特别有血性 然后呢 就在考虑 怎么样能去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这时候呢 当时是应该是 总正编的一本 叫中国古代编赛师选 其中就是选了这么一首诗 就是出唐四节之一 杨炯 他的一首从军行 风火照西经 心中自不平 牙张瓷凤雀 铁骑绕龙城 选雕奇化 风多杂骨声 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出生 其实这首诗的意境 是贯穿了我们 整个节目的始终的 就是这首诗的意境 他讲的这种 从军报国 这种豪情之壮志 就是说 对所有的当代军人而言 都是一个共同的 它并不是只代表 我们森林部队的 它代表的是 就是我们整个的中国军人的 这种壮志 空火照西经 心中自不平 牙张瓷凤雀 解军到红尘 越南标之后 我们都参生 凌雷百夫长 胜作一出生 好 所以说当时就是说 通过这首从军行 所以最后加上我们森林部队 特有的原木 这个符号 我们的编导 创作出来 这个应该是说能体现出来 我们中国军人 现在的一个威武阳刚的 这么一个积木乐舞 就是这样的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还有很多 让你非常感动的事情 说起来感动的是太多了 我们有的战士在排练中 手磨破了 就是皮外伤 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 包括我们的李维 就是韧带都已经断了之后 还是最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集体 就是始终参与到这个帮助排练 协助管理 这整个这个过程中 从军行这个节目 最开始我们敲这个敲木骨的时候 我们骨棒最开始没有到位 没有到位 但是也要练习 所以大家都选择一些枯木枝 把那个树皮给它去掉了之后 有的因为它去的不是很干净 手上扎的全是刺 戴上手套脸 或者是拿简单的拿绷带缠一下之后 还是要截着眼 树枝因为非常容易断 因为都是干的 然后我们想很多办法 在这个市场上买那种拖步杆 一个拖步杆能截成三到四根骨棒 但是拖步杆本身它是羊木比较软 就是几下其实 因为战是非常用力 所以说后来想到擀面杖 就是买擀面杖给大家当骨棒用 最后我们所积累出来的 当时那些排练用的那些骨棒 都堆得跟小山似的 包括很多战士 把自己的木骨也好 还是我们的火热栋栋里面的血产 这些道具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他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他想象成自己的一个 就我们叫对象女朋友 他有的时候喊 谁看着我媳妇了 我媳妇是谁给他走了 就是他都会有这种 比较有趣的一些事 这个作品是咱们就是原创作品 土生土长的自己的作品 在这个原创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事情还是让你非常的有感触 其实最开始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们也曾考虑过从外边 聘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老师来帮我们做词 甚至说是帮我们去策划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对森林部队 没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感和了解之外 它是很难去创作出来这样的一些作品 凭空的想象 所以当时我们的曾正编导 当时就是提议 就是让我们的政治部赵主任 说主任这个歌词您就自己来写 所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 我们这个几首原创歌曲 都是诞生于他的笔下 这都基于我们赵主任对部队的了解 对于部队的热爱 我们俩聊了半天了 我身边的于扬 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的战友私下都说你是一个多面熟 说你是一个不会做饭的卫生员 不是一个合格的四小工 其实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不想当卫生员的厨子 一定不是个好四小工 这个四小工主任你可不是 我听着有点乱 四小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电工 小木工 小水暖工 小泥瓦工 就是维修型防御剧这一方面 而由于我自己 这是在纵队 但是挺多职务了 就是班长了 副班长了 伪生员 催事员 四小工 维修员 就是这些活都干 就是所以说这个对职务这一块没有什么太大的太好的定位 最初你在做道具的时候 是由我们单位的领导 就是指派你的 还是你自告奉勇 说我来做 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我自告奉勇去的 当时是 集训队嘛 就是去了五十年水源 我是在那里边属于 比较后退的 由于自己的自身素质不是很好 然后协调性也比较差 就是学那些舞蹈了 乐理知识了 都比较慢 剧是一堂火三十满天行吗 我也不想让我这个行情不亮 我想怎么亮呢 就是也不是说发挥特长吗 我得为这个集训队做的什么 然后我就报告我去做道具了 而且我相信你之前肯定也没有接触过这个舞台 更不知道这个道具是怎么做的 最初的时候你是怎么下手的 是怎么开始从事这个艰难 而又非常光荣的这个道具工作的 刚开始的时候 导演就是给我画了一张草图 然后就告诉我这个道具怎么怎么做 就画了一个大概的那个外形 也没有尺寸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就交给了我们那个 当时有个道具组 然后呢我就感觉这个 对于我来说就好比就像 小学生考大学一样 太难了 一点一点都没接触过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完成 怎么能实现呢 然后就一点点的摸索 一样一样的 工艰课难一样一样的来完成 完成的也是比较好 做了那么多的道具 你最喜欢哪个道具 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那个 大三年龄一群兵的木骨 木骨 木骨这个设计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 到最后来的时候 那个上那个原先网会之前 导演跟我提说 让那个木骨里边要出来花 我说这这怎么能出花呢 这不跟耍衣法似的 一打盖就出花 然后盖一扣花还得没 我这是怎么整呢 我就想 就是绞尽脑子那么想 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我们现场我也看到了 有几个你制作的木骨 是吧 是 那我们就围绕着这木骨 你给我们讲解讲解好不好 是 那我们一起来 鱼雅 这都是你做的舞台道具 是 这个是你传说中的那个木骨 对 这一版是我们最早的那一版 就是2013年4月份 做的第一版这个木骨 刚开始的它都是实型的 一个整木头 然后怎么敲都不想 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可真是真材实料 对对对 实实在在的原木 对 那这个里头掏空 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 这也是非常费劲的 得先用那个带锯把它切开 然后再换成油锯 掏这个槽 然后再换成小杂子 一点点把那个木头 都搓成小块 一点点给它清出来 就完全是自己纯手工操作 对对对 光把它掏空了不行 还得敲 还得让它发出身体 是是 挺不容易的 那这个呢 这上面还有一个 器械装置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当时做它的时候呢 导演跟我说完了以后 怎么能实现 人站在鼓上 他做什么动作 他都不动 然后我就把那个 类似于就是 按他的那个中心思想 然后我把它挪到这个鼓上 这个鼓做完了三天 我都没敢用 我怕人倒下来有危险 一固定之后 整个的人就相当于 给他锁到鼓上了 如果鼓倒的话 人是没有时间 把这个机关拔开之后 从里面跳出来的 是没有那个反应 就是说这个鼓 不但还好能敲 它还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是是 今天有没有那位战士 能够上来 为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直观地看一看 这个功能 有吗 有有 掌声响起 开始你的表演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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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杨 鱼杨 你需要更多的加油 更多的努力 说了这么多 那关键的核心的一个人物 我们的编导 今天没有出现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对你们的编导 也在一个场外 做了一个采访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我们的编导 他将有话 对你们说 我第一次就是 看到他们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土豹子 特别的土 然后这些战士们就是 因为90%多都是农村兵 然后呢 也从来没有经受过 这样艺术的一些熏陶 对于什么是舞蹈 什么是音乐 什么一窍不同 然后当时呢 这个看见他们以后 我就整个人都懵了 我是一个 就是大森林寻兵 走过来 两年多时间的一个见证者 就是特别为他们 这种付出和这种收获 这种感动 真的 这帮孩子特别的努力 而且他们特别质朴 比如说排练的时候 早上比较匆忙 我就没有怎么收拾 头发披着进了排练厅 他们看见以后 就会从他们的迷彩兜里面 掏出一把梳子 每天都装兜里 看着我头发 什么时候乱的时候 什么时候把梳子给送过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比较 就是有一几天特别上火 然后呢 就自己买了一瓶王老吉 带到排练厅 然后喝 这个战士看见我喝 这个王老吉以后 以为我很喜欢喝那个东西 然后从那天开始的 之后的一周 早中晚 都会分别给我摆一瓶 在那个王老吉 在我的凳子旁边 而且还打开 就一定得喝了 然后后来我是实在 忍受不了 就告诉他们 我不是喜欢 特别喜欢喝这个 而只是为了降火 还有一点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很 就观察我 就觉得 看见我主动的 先挑哪个东西 哪个菜吃 他们就会认为 我会很喜欢吃那个菜 然后呢 每次只要有那个菜上的时候 他们会盛很多那个菜 在我的碗里 大森林一群兵 走到今天 应该说是每个人都圆了一个阶段性的梦 不管是个人的梦 还是我们这个集体的梦 大家都圆了一个梦 我是希望啊 就作为老大来说 希望他们把 在我们寻梦过程当中的这种精神 这种斗志一直延续下去 而且呢 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最后呢 还有一点 希望他们 像这个追寻大森林一群兵的梦想一样 去追寻其他更大更好的梦想 从不敢做梦 到梦想成真 追梦路上 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一开始我是不太爱说话 到后来我还演了一个主角 经过评委的一支投票 我还获了个第一名 还有三百块钱的奖金 聚是一团火 算是满天心 是谁成了那颗最亮的心 也成了那个最深的痛 我多想 再教你一生老大哥 可以 在野 行不到了 大分明里的追梦人 军里文化大事业 稍后精彩继续 好的 刚才我们跟他们一起聊了 很多他们整个创作里程的一些 感人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第二组嘉宾 让我们一热烈的掌声 有请这些年轻可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我来自总队延边支队 和龙大队文书 我叫李维 大家好 我来自总队吉林支队 江火大队前进中队 一名代理派长 我叫金哲新 大家好 我是总队延边支队 敦化大队 一名驾驶员 我叫刘斌 大家好 我是总队延边支队 白河大队 两江中队的一名班长 我叫洪川广 大家好 我来自总队延边支队 浑川大队 静心中队一名电台员 我叫孙连杰 欢迎你们到来 请坐 请坐 刚才呢 我们也通过短片 也了解了一下 你们这个节目 如此有震撼力 整齐画意的 把这个军事题材 表现得这么好 我相信在整个创作 排列演出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肯定都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 跟我们的战友们一起分享 分享好吗 当时我来这个培训班的时候了 那是13年的时候 我是三期最后一年 应该是即将退伍的时候 因为我在家学过两年 就是接触过一些文艺节目 文艺表演 所以说在我即将退伍的时候呢 我向为部队做什么 也想通过这个平台 来展示自己的特长 在整个培训班里边了 我们年龄最大 大家都称我老大哥 也称我老班长 跟他们在一块了 我最大的感受是很有活力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 九年后的战士 那我也知道 在诸多的这些亲密战友当中 你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 是不是在平常的工作当中 你们也受到了 这位老大哥的很多清传呢 对 在学习声乐的时候 毕竟我们是零基础 什么也不会 然后李维班长他学过 然后在食谱方面 他都教我们如何去辨认 然后用钢琴电子琴 教我们如何去听音 我记得有一次啥呢 我们这个练这个鼓的时候呢 当时呢 李维班长呢 是我班的班长 有一次呢 我记得上厕所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呢 就是一进厕所门 就听到厕所里边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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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敲 当时呢 以为就是一年兵二年兵在练 那时候问了一句是李维班长 说句实在话 在厕所里李维班长都练 就是我们当战士的就想 就得要向老大哥学习 那时候带动全班都是在练的 真不容易啊 你真是会利用任何时机啊 我还听说啊 自从我们这个文化工作开展起来啊 很多人都愿意找关系 要进我们这个演出队 有这回事吗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中队的一个新名身上 我们培训完之后 参加了很多演出 回到中队以后呢 我们赵原说我是封面人物 当时就有一个新名 一直以来就是 莫名其妙的总是 用我们东北话就说 就是套近乎 有一天我就问他 我说你想干什么 直接跟我说就行 他说刘老兵 我特别喜欢你们那个文艺馆培训队 我特别想去 我也想上去演出 我想让家里人 让所有人都看见我 过来以后他也非常认识 在中队的时候没见过他这样 没见过他这么努力 他中午休也不午休了 一直在那地方对着镜子 练上自己的动作 其实他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真正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基层的很多的官兵 都是非常喜欢文艺的 喜欢这种精神世界里的 自由偶翔的感觉 自从你们的这个节目上了 央视的这个袁小姐晚会之后 你们的整个人生 都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细细的我们评一评好不好 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这段经历 我参加大森的离训兵 从13年到15年 将近三个年头 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追求 我感觉一路走来 我们大家应该坚定一个梦 这个梦想 只要沿着这个梦去追梦 才能实现你这个追求 然后是我个人 在今年来 也给我自己定了两个小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 在单位了 在闲暇时间 思学一下 移民调试 第二个目标了 也是我们单位和驻地 搞一些警民工件 当地是朝鲜族人比较多 我想过一个朝语初级 非常好 我说一下我自己吧 战友可能也都看到了 你看我长得吧 其实有些战友都说 我长得像王宝强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我刚打特别队的时候 他们就说 长得特别像王宝强 其实我吧 不是说车子长得像王宝强 我感觉有些 他个性都挺像的 今天下午全班放假了 你怎么不跟大伙一块玩去 我踢班上踏车 你就不着人带你 代价什么是代价 代价就是你这 大伙儿说你啥呢 别往心里去 我帮班长擦车 我刚到培训队也好 是刚当班也好 我这个名 这个人吧 特别没自信 还胆小 刚到培训队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呢 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介绍了一下自己 然后让我自己唱了一首歌 结果唱跑调了 确实当时的特别紧张 那首歌 当时唱的应该是 当那一天来临 唱两句 来 这是一个清朗的早晨 歌哨声伴着起床好听 但是呢 不错不错不错 就是当时的这个场景 还历历在目 对是 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故事 当时呢 其实导演呢 别看我胆小 他挺看好我的 然后呢 在后来的时候 培训的时候 导演是单独的 对我进行培训 就是眼睛怎么睁啊 嘴怎么张 还有表情啊 动作怎么做等等的 我们有一个节目 叫火热东 火热东呢 里边呢 我还有一个主角 就是一个战士 在下雪的时候 被所有的战士包围 然后当时战士起来以后 就是想着家乡 想着自己的亲人家人 那一段 反响还挺大的 一开始 本身我这个差距挺大 一开始我是不太爱说话 到后来我还演了一个主角 我的战友还都挺夸我的 说你这个确实演的真不错 就这样 然后记得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回到支队的时候 组织这个支队的演讲比赛 指导员嘛 给了这么一个演讲的题目 然后第一个举手上的 我在演讲的时候呢 就是想到了 当时在培训队的时候 就把自己 把自己的情感 全都是投入到里边 因为演讲的题目 我是一个导员嘛 当时真的想到 就是革命前辈那种 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然后演讲完事以后呢 经过评委的一支投票 我还获了个第一名 还有三百块钱的奖金 然后我那参加的文体骨干 培训的战友还说了 说值得有三百块钱的奖金 我也上了 还是不错的 还有谁再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其实在刚加入这个培训队的时候 我一直很努力的训练 包括各个动作什么的 大多部分都是我最先学会的 因此呢 导演就是让我做示范兵 其实在这里边 我还是有私心的 当时呢 我父亲身体不太好 我就想通过这次培训 然后自己经过努力 上到电视上 能让家里人 能让我的父亲 看到我在电视上的表演 当我真正登上这个 武警部队业运营会演的时候 我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一直说 好好好 他还特别的激励我 说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 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而造 但是在后来我们参加了 我要上春晚这个节目 我一直也是想登上春晚的舞台 一定要让我的父亲 看到我在最高舞台上表演 让他高兴 让他感到自豪 但是在我要上春晚第二轮节目的前夕吧 我接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 当时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下来了 我已经崩溃了一样 当后来我们真正登上了元宵舞台的时候 我感觉我没有辜负我父亲对我的期望 在舞台表演的时候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敲击木骨 高喊着沙声 我相信我父亲就在看台上看着我 在天上一直看着我 看着他有出息的儿子 听完你的故事深深地被你感动 我要说的是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能够在央视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 展示自己的舞蹈 让父亲看到 同时也为我们部队震了光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作为咱们文艺骨干 我特别想知道 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客国明星的 让你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故事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吗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梦 我感觉我们当初大家第一个梦 应该是能去武警部队 去文艺调研 大家为了这个梦 然后是不懈努力和坚持 在2013年7月份 当我们坐上火车 踏上北京去调研的时候 大家感觉这个梦越来越近 离我们非常近 就在这最后关头 我在一次排练中 不小心受了伤 左膝前交叉任带断裂 当时我还在想 我能不能再坚持一下 打着封闭 也要上舞台 后来医生告诉我 真的不行了 上不了舞台了 当时说实话 这个打击对我非常的大 因为这个梦 对我非常的宝贵 我不想失去它 当时说实话 最让我心痛的是 我一直是这个舞蹈的领舞 我说上了 我这帮战友们 我这帮兄弟怎么办 我感觉非常的愧疚 非常自责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战友张池 他站了出来 当时他没有节目 他主要是一个负责管理的一个骨干 当时他在超乎长者的努力下 仅用了应该是七天时间 接替了我 接替了这个位置 你说到的这位亲爱的战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了吗 今天没来 为什么 因为张池在13年8月中旬 在参加陆测河镇抗旺桥腺中牺牲了 2013年8月中旬 吉林省多地连降暴雨 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 大森林里的一群兵中的大部分同志 刚从北京归来 就紧急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 原节目领舞张池 参加北京表演时 双膝关节受伤 中队让他留守休养 他对中队干不错 我是党员 代理排长 是舞台上演过英雄的文艺苦干 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 凡事不服输的他 不仅随对出发 而且始终冲锁在最前面 结果 在辗转抢救遇险群众和战斗中 被洪水冲走 壮烈其声 张池是基层文艺战士的杰出代表 他的牺牲 部队内外深感震惊和痛心 张池是一位好战友 我们每一位战友都会去怀念他 为他祈福 张池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当时我们到了北京参加就位打圣仗 这个晚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基层的战士 还有很多的文工团的 记得有一次早上的时候 我就是我自己的床单没铺好 如果说和他们比的话 已经是相当好的了 但是和我们基层的战士比的话 是没铺好 当时张池班长说 说你这个床单铺的不行 我当时还给班长吵吵两句 我说挺好的班长 我铺的挺好 班长什么话都没说 就让我站在床边上 说你看着 然后张池班长亲自给我铺了一遍 他就说 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铺床单 你别看在每天干 也好是咱们来到这个地方也好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我记得那是我们参加就位打圣杖那台晚会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的天最热 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 有很多个节目一起排练 在排练馆的时间都有分配的 那天是中午 太阳特别特别热 当时张池班长带着我们去一个操场上排练 他说天太热了 这样你们把骨推到一边 让我们站在阴凉的地方 而张池班长却在那个太阳最热的地方 说到张池班长 可以说是我跟他感情非常深厚 因为我是新名的时候参加文艺馆培训队的 当时可以说对部队非常懵懂 什么都不太理解呢 我学这些舞蹈动作也可以说是非常慢 因为我叫刘斌嘛 我那个斌是双木三匹那个斌 大家还因为这件事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我刘木 即使这样张池班长 还有这些老大哥们 对我一直都没放弃过我 没抛弃过我 在一个节目里 我和张池班长搭戏 让我们之间产生了更深的情意 我确实实把他当作我的老大哥 亲哥哥一样 在打完北京的胜仗以后 参加完文艺调演 刚回到中队 就听到瑞和发达水 说四湖中队有一个代理配照 牺牲了 我知道班长在四湖 但是我不敢想是他 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妈妈 我说平时对我最好的那个大哥牺牲了 当时我们中队正处于一级战备 也是随时准备出动去抗洪强险 跟妈说了以后 我妈心里非常激动 她说 儿子你千万别往上上了 你千万别有事啊 听到这话我也没说什么 我把电话挂了 我在想 张池班长 什么时候他想了吗 他想过什么去救人吗 当我们穿上军装 站在人群面前 看着他们有危险的时候 不管是他还是谁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一位战友 哪怕是我 我可能也会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顾忌 也会冲进去救人 妈妈因为这事非常不放心 来我们中队看我 我直接就抱他 什么话也没说 就一直哭 哭了很长很长时间 妈妈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过 到后来 他才跟我说 他说 儿子 你长大了 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呢 当初让你来部队 就是为了锻炼你 现在 看来目的也达成了 你想干什么就去吧 妈妈也不拦着你了 我感觉 这就是 我在 培养队 建立的友谊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 忠诚 作为母亲 她的那一份感情 我能够深深地 我能体会 因为妈妈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 健康 平安 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 如果是你 如果是在座的各位 在那种特殊的场景里 作为一名战士 我们往前冲 是义不容辞的 是 感谢你的故事 我听说后来 大家为了纪念张池 你们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 是什么作品 为他写了一首歌曲 叫怀念 今天在这种气氛当中 能不能现场 我们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我相信在天堂的这位战友 他一定会听到 满天的心还在 要望星空的人却走了 那片森林还在 守护绿色的人却走了 风唱着悲歌 你却再也醒不了了 你却再也醒不了了 谁说着死也 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多想在听你唱一首军歌 和你一起看雪花 在灵海飘落 我多想在教你一声老大哥 你却再也应该听到 套什么登上全国最高的文艺舞台 强军目标需要什么 我们就创作什么 基层官兵的生活当中有什么 我们就创作什么 大分林里的兵 他们最终的梦想又是什么 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文艺作品 搬上舞台教育极力广大官兵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大分林里的追梦人 军里文化大视野稍后精彩继续 大分林里的一群兵的追梦之旅是艰辛的 但是有梦想就会有收获 舞蹈从军行 获武警部队2013年业余文艺会演创作类一等奖 表演唱我们的三宝 获第十二届武警文艺奖音乐类奏品一等奖 舞蹈火热的东 获第十二届武警文艺奖舞蹈类作品一等奖 男生独唱小日记 获第十二届武警文艺奖音乐类作品二等奖 表演唱来吧火浪 获第十二届武警文艺奖音乐类作品二等奖 并在2013年总政宣传部组织的全军军旅歌曲创作征集活动中获三等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首长的关心与支持 也离不开主抓政治工作的领导的狠抓弱势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武警吉林省森林总队的政治部主任赵主任 还有他的战友来自白山支队的宋支队长 掌声有请 赵主任你好 你好 从军行这个舞蹈 包括在上一期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舞队这么多的优秀的作品 我特别想知道最初创作这些作品的由头和初衷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森林部队啊 1948年组建 六七十年的光辉岁月中 一代又一代森林官兵 虽然坎坷 但是在保卫国家的森林资源的过程当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呢 也形成了 我们这个部队啊 特有的一些油量传统和作风 我想他也体现了 作为一个共和国军人 也应该有的本质特性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文艺作品 搬上舞台 教育极力广大官兵 继承和发扬 我们这支部队 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做一个有灵魂 有本事 有学性 有品代的 现代军人 非常的必要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个 通过我们刚才的了解 我们也知道 我们这支部队的很多的节目的主唱人员 他们都不是专业的这个文艺工作者 包括我们的参演的这些战士 他们都是零基础 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文艺特长 艺术天分也不是很突出 就在这种条件下 为什么我们的部队还会排练出那么多精彩的节目呢 大森林的一群兵 之所以有今天这么一个结果 主要是三靠 一是靠坚定的信念 我们相信文化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第二个靠来就是要靠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 一个是强军目标需要什么 我们就创作什么 第二个是基层官兵的生活当中有什么 我们就创作什么 第三个是我们的战士能够演什么 我们就创作什么 这是我们的思路 第三靠来就靠军地有机的结合 这些节目您觉得它都有什么特点 一个是主题先民 我们的目标就是强军 第二个特点就是战斗味 打仗的味非常厚重 第三个特点就是兵味特别厚重 我们的题材来自于基层官兵的生活 我们的演员过去除了个别文艺骨干以外 都是连柬埔都不识的普通战士 宗队长您好 基层文化工作您觉得对于提高我们的军队的战斗力 它有什么影响 我感觉到完全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它的作用 一句话呢是在平时的作用 另一句呢是战时的作用 我感觉到啊 基层文化工作 平时能够起到培育 培养战斗精神的这么个作用 在战时呢 能够起到激活 激发战斗精神这个作用 习主席指出啊 军队要能打仗 打胜仗 能打仗打胜仗靠的是啥呀 靠的是我们以前看的那个电视剧的亮电精神 靠的是一股的精气神 但是这种精气神怎么培养啊 就是靠平时蓄气 机器 聚气和氧气这么个过程 只有这样 我们战时才能有气可发 有气可用 谢谢 欢迎你们的到来 谢谢 圆梦央视舞台 这只是这一群来自大僧里的兵 他们一个小小的梦想 也是他们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那么他们最终的梦想是什么呢 他们最终的梦想 就是帮我们来守护这一片绿色的家园 让我们在这里祝福他们 梦想成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军力文化大视野 咱们下一周不见不散